3. 短文 社交媒体的能量 社交媒体是人们通过互联网平台 互相传递信息和经验 分享意见和观点的工具 大部分平台允许多媒体多形式的呈现方式 不管是文本、图像、音乐或视频 都可以兼容并包 社交媒体的性质和种类同样是五彩分成 包括各种社交网站、博客、视频博客、播客、脸书、推特、照片墙 以及在中国内地流行的微博和微信等等 不一而足 这些不同的媒体构成了林林总总的虚拟社区 让用户以快速自主的方式 集结有相同爱好或者有共同话题的旧与新知 并往往在不知不觉间形成不容忽视的社群力量 例如近年在世界不同地区兴起的社会运动 就往往是利用社交媒体号召民众参与其事的 又如有些歌影明星 也是通过微博一类的网络平台 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粉丝 而粉丝所发的每条微博 都可以轻易得到上万次的评论和转发 为这些影视红人营造出高涨的人气 进而把它们簇拥到成功的大路上 社交媒体之所以大受欢迎 部分原因是由于使用方便 专业门槛低 有中等资讯素养的人就可以参与其中 而且费用低廉 有不少甚至是免费的 目前 使用社交媒体的人群 已经变得主流化和多元化 由50后到90后 用户年龄的跨度越来越大 不管是学历不高的普通民众 或者是大学生和专业人士 同样乐此不疲 而随着电子移动工具的日益普及化 各种社交媒体在不同终端上 都有一定幅度的渗透率 在内容方面 不论是新闻资讯 工作学习 娱乐体育 健康 美容 旅游饮食 择偶交友 乃至人生哲理 心灵鸡汤等等 应有尽有 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在社交媒体上 找到可以分享的话题 和可以谈天的对象 在互联网的这片沃土上 社交媒体正爆发出 让人不可抵御的能量